全球时报综合报道 据韩联社24日报道 韩国破冰科考船ARPON号23日在南极成功救援中国科考队 报道称,临中方人员乘坐的雪龙号科考船,于19日在航行途中与冰山相撞,科考船被迫返回 24名中国科考队员由此受困 韩国海洋水产不介绍说,中方基地建设现场的临时建筑可以余韩,但生活用品仅够维持到下个月初 加上南极正值夏季,该基地附近可作为飞机跑道的海滨骁容,飞机难以前往救援 增派其他船舶,至少需要10天 由此,正在罗斯海执行勘查任务的ARPON号21日迎中方请求赶往救援 多次参与极地科考的中国北市大全球变化 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程晓院长24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韩方提到的中国受困科考队员 是指正在南极罗斯海恩克斯堡岛建设中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罗斯海星站的中方人员 他们原计划于2月单程雪龙号返航 雪龙号发生撞船事故后,转向就近的中国南极长冲站,南岸原计划抵达罗斯海星站 目前距离恩克斯堡岛,最近的是韩国张宝高科考站 因此,中方选择向韩国寻求帮助 程晓表示,由于南极的自然环境恶劣 各国南极科考站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常态 中国南极科考站,也多次帮助过其他国家的科考队 韩梅描述说,由于现场没有停靠设施 A-2A,O-N号在距离中方远七百米处海域在面 还帮助动直升机,帮助中方人员安全强传 A-2A,O-N号,将于2月4日,将中方人员送帝 线西兰利特尔多港,并将于2月9日 重返张宝高站,接回韩方科考队48名队员 报道称,A-2A,O-N号是韩国首艘国产破冰科考船 于2009年服役,多次执行基地勘探任务 2011年在南极营救浴线的俄罗斯渔船 另据国家海洋局基地考察办公室官网 24日发布的消息,是龙号目前情况正常 已使离阿芒森海滨山一级区 于北京时间1月22日1时30分开始 恢复开展走行观测 马上 也是龙号目前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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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